謝謝主 謝謝主 大家好 我是Gabriel 大家好 我是Gabriel 我是敬亞最喜樂的門徒 我是敬亞最喜樂的門徒 我在傳統教會信主已經一段時間 我在傳統教會信主已經一段時間 當時我不是經常回教會 當時我不是經常去教會 因為我是回一個Sales的行業 因為我從事的是銷售的行業 我是一個專業的美容顧問 我是一個專業的美容顧問 當然 回這些工種是沒有特定的休息時間的 當然 上班的話就沒有辦法有固定的休息時間 星期六日這些黃金的假期應該一個月只有一次 星期六日這麼黃金的假期 大概我只有一個月能夠有一次 那我就基本可能一個月回一次教會 那代表我基本上只能一個月去一次教會 我當時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要守主日 我覺得回到就回到 隨意地去回到 那時候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要守主日 所以有機會去就去了 其實主日的重要性我當時是不明白的 當時我不是很明白主日的重要性 還有我的心也沒有特別很渴求去回到 而且我的心也沒有很渴望要去 直到我是上班另一位同事 遇到一位同事 直到我上班的時候遇到一位同事 他當時不知為什麼我告訴你我信主 但他又邀請我回教會 當時我跟他說我已經信主了 但是他還是邀請我去教會 他帶了我去荃灣那邊611 他帶我到荃灣611 當時611是舉辦一個特會 當時荃灣611舉辦了一場特會 舉辦福興狗狗 然後我去到第一個畫面 我嚇得呆了 我去到的一個畫面 我就整個嚇呆了 因為我沒有領受方言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領受方言 我的場面也挺震撼的 所以那個場面對我也很震撼 我跟同事說我太瘋了 我就說你們太瘋狂了 我不會再來了 他又不知為什麼又再邀請我 不知道為什麼他又再邀請我 他這次不同 他這次帶你去主日崇拜 這次不一樣了 他帶我去的是主日崇拜 我那次回去 那個感覺很不一樣 那次我去感覺非常不一樣 我第一次感受到神同在的感覺 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感受 我在敬拜裡面被神捉摸 在敬拜當中我被神觸摸 我哭得不得了 我哭得不得了 然後我就很被吸引 之後我就很被吸引 就很想整天回去教會 就很想一直去教會 那我當時住在柴灣 我那時候住在柴灣 我那時候住在柴灣 那我同事介紹了全灣的教會給我 那我的朋友介紹了一個在全灣的教會給我 但是他又很好 當你想回崇拜 他又星期五六天都可以讓你回 但是呢 這個全灣教會很好 因為星期五六 如果你想去都還是可以去的 柴灣工作 我還會被人變成超級距離 所以我就願意去調配我的 indices 到去教會 但是我不知這是 當時可以堅持到長途不dı 我也沒有想到 我當時可以堅持著這種長途跋涉 然後呢 當天收完 Quin II 可能早上雅表 action 要歇到11時才打出 birth 之後去了教會 可能又要回去繼續上班 一直到晚上十一點才打出гля 我上班又不是舒服 STS 我起序了一天 而且我的上班又不是很舒服 只要坐在那边 我是需要站着一天的 但是呢 就是 翻主日就是给到 我有一份 跟神连结的那份满足感 但是呢 参加主日呢 就让我们有一份 很深与神连结的 满足感 那么在六一的教导里面 我开始明白了 守安息日呢 不是只是一条戒命 在611呢 我明白的这个教导 就是守安息日 不是只是 只是一条戒命 原来跟神建 关系有一个祝福 还有这个呢 是神创世以来的定律 原来呢 与神建立关系 是一个祝福 也是神 从神创世以来的一个定律 当我的心呢 这样去想 就是守主日 想这样行的时候 神就大大祝福了 我的工作和家庭 当我的心呢 愿意有这样的一个 守主日的渴慕呢 神就大大的祝福 我的工作与家庭 其实我以前呢 做生意呢 无论技巧多好都好 那些人就未必买的 可以聊半个小时就离开 其实呢 无论呢 我的技巧 工作技巧多好 其实呢 那些客户不一定会买 有时候讲了半个小时 他们就还是走了 但是呢 我不知由几时开始呢 我的客人很喜欢跟我聊天 但不知从何开始呢 我的客人很喜欢和我聊天 我在厕所排队 都可以聊到单生意回来的 我连在厕所排队 都可以谈 谈下一笔生意 然后呢 我上司又 无论在客人面前 在上司面前呢 我都很蒙恩宠 而且呢 我无论是在客人面前 或是上司面前 都大蒙恩宠 为什么呢 因为我sell这些产品呢 我随便说呢 基本上都买一套的了 我其实 我卖的这些产品 我随便讲 都可以卖出一套 然后呢 我每个月呢 就容易了 那个target 容易 meet到那个target 而且我每个月呢 也很容易就达标了 然后连美那份bonus 就不得了了 而且连美的这个bonus 奖金就不得了了 就是看到那些数字 你忍不住笑的 我看到这数字 都忍不住笑了 我不知为什么 我这么高分 为什么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这么高分 我都不明白 然后呢 我没有去特别参加 公司每年都有一些 举办一些的比赛 那就是生意好的那些 就可以给一次 美国的trip你 因为我的品牌 是美国品牌来的 因为呢我服务的公司 是美国品牌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参加 但是有一些销售的奖励 那不知怎么样呢 我就是能够有机会 能够获得去美国的出差的机会 我分别有两年都可以去到 我分别有两年都可以去到美国 我冲出亚洲不是梦了 我就是冲出亚洲不是梦 然后呢 那当然了 这一切的能力呢 其实真的 是神给我的 不是我自己可以做到 当然了 这一切的能力呢 是神给我的 不是我能够做到的 我知道是神的恩典倾倒在我的身上 虽然呢 工作那段时间是很顺利的 虽然那段时间工作很顺利 但是呢 心里面呢 好像很被奴役 很麻木 但是里面呢 感觉呢 好像心里面被掳了很忙 我心里面呢 很不满足 我心里面很不满足 我很想呢 回多一些教会 服侍神 更多的去教会来服侍神 接着我就在想 不如转一份 可以放星期六日的工 后来呢 我就想 不如我就换一份 可以星期六日放假的工作 那真的是凭信心 讨告的 真的是凭信心来祷告 因为呢 你辞了这份工 去翻那些文职呢 是基本上 家人会很大反对 因为我经济是有压力的 因为呢 如果我辞下了这份工作 然后去从事文职工作 其实家人会反对 因为我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加上呢 我会想自己 喂 中午学历又没有 又没有做文职经验 然后那些电脑的技巧 是不需要用的嘛 用把口网东西的嘛 接着四十岁才来转行 那究竟是可以怎样呢 那我里面有许多的一个 犹豫 比如说呢 学历的关系 或者是我过去没有从事 文职 有电脑文书的经验 而且我到四十岁才展行 这样可以吗 是在我里面呢 是觉得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样我在我心中觉得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还有呢 文职的收入确实是 比我做销售的金额呢 我想起码少三分之二 而且呢 做文职的工作 起码比起我 做销售的工作 少了三分之二 但我都继续祈祷了 求神去预备 但是呢 我仍持续地祷告 求神来预备 那神也很特别 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神也很特别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公司呢 开始财减人手 我的公司开始呢 财员 他呢 推出了一个 自愿离职计划 他们推出了一个 自愿离职计划 这个计划 补足了钱 让你安安乐乐地走 这个计划呢 就是把一次的钱都给你 然后让你可以很安乐地离职 那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呢 是神要我作出改变了 那我也知道 这个时候就是 神要我作出改变的时候 加上呢 这个时候离职呢 没有人会反对我 因为 而且加上这个时候 离职就被人炒了 不会有人反对我 因为是 这个公司志愿 请你离职 是啊 今次走之余 有钱拿哦 那我就辞职了 而且呢 我离职还有钱拿 那当然我就离职了 那我呢 辞职之后 我就找一些呢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做到的工 那我辞职之后呢 我去找 我认为我能够 生任的工作 又可以有 星期日放下的工 又可以让我 星期六日放假的工作 就好像一些美容员 一些reception 就比如说是美容院的接待处 中医的诊所护士 我中医诊所护士 但是都搞不定 没有回音 或者我回到一个月 我觉得不可以 我就没做 但是呢 都没有很稳定 因为我大概去了一个月 我就没有再做了 都失业了半年了 之后呢 失业了大概半年 那那块补偿金呢 神又很好 我刚刚 好像忆忆忆忆 给我那半年用 刚好呢 这个补偿金 居然就够我 这样半年用 但是没有钱呢 心就慌了 但是呢 当一没钱 我的心就慌了 是 我又跟神说 不如算了 我随便找回一份美容顾问 起码有人请我啊 那我就跟神说 那算了 那不如我去找回这个美容顾问 起码有人愿意请我 我很想放弃了 我很想放弃 那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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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 真的好奇迹地 给一份新的供我 但是呢 神就很奇迹地 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呢 有一天 我旧同事打给我 有一天呢 我的旧同事打给我 他跟我说呢 说他老公要创业 他告诉我呢 他老公要创业 那他要找一个 很信得过的人 他要找一个 他信得过的人 他说不用经验的 他说不需要经验 那问我帮不帮手 我还要问我帮不帮手 问我愿不愿意来帮忙 我当然一口答应了 就是这个是 我想都想不到的一个 原来建成一份工作 就是说因为我信你 那原来呢 居然有一份工作 就是因为我信得过你 跟着这个工作的假期 所有东西都是我想找的东西 而这份工作呢 他提供的假期 刚刚好符合我想要的 我听完这个电话 就哇 我的眼泪呢 就不断流了 我接完这通电话 我的眼泪真的就是 瘦瘦的下来 嗯 我呢 非常感恩 我非常的感恩 我想着自己原来这么微小 我是如此的微小 但是神呢 恩典够我用 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 在这份新的工作呢 我都做了四年了 那这一份工作呢 我也做了四年了 神没有亏待我 神没有亏待我 神有加我人工的 神也加我人工 是 然后呢 我翻了这份新工作之后 我就可以在教会 更多的投入服事 那我去了这份新工作之后呢 我更加的可以投入教会的服事 当我呢 开始看重和神的关系 当我开始看重神的关系 守主日的时候 守主日的时候 我的心愿呢 神就为我去做 我的心愿呢 神就愿意为我做 神不用我回荃湾 因为祂建立了我心愿 神呢 也不用让我不用去荃湾了 因为祂建立了新锐 我不用长途拔施了 我又有假期 就不用长途跋涉 而且现在我又有假期 我投入服事回应神的爱 我投入服事来回应神的爱 神就呢 让我在教会 让我生命成长 神就让我在教会中 生命成长 神让我加入了敬拜队 神让我加入敬拜队 我找到我的being 我找到了我的being 神又让我开始牧养 神也让我开始牧养 让我呢 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让我守在神的心意里头 这一切呢 都是神带领我去做的 这一切呢 都是神带领我去做的 那我当然软弱又渺小 当然我是软弱又渺小的 但是神就是这样 显出他的大难 但是神却在我身上显出他的大能 我要将这一切 荣耀都归给爱我的神 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的神 谢谢